广东省人民政府1月21日在广州举行先行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及应对防控情况通报会 据通报 截至1月21日15时 广东共报告确诊病例14例 其中深圳9例 珠海3例 湛江和惠州各1例 均收置在当地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通报会上称 该新型病毒目前无有效的针对性药物 在未知第二代人传人情况 比较担心出现超级传播者 那么现在最的比较大的担心是出现这个超级传播者 Super Spirida 这个传播者要出现的话 那就是个大问题了 因为现在我们我非常赞赏就是我们国家 因为实际上我前天去武汉玩了晚上下午去北京 玩了以后昨天在北京就是最高差不多是最高级别的 这个全国的防控的这个电视电话会议 就是国家把这个提到很高 而且放在前楼放在狱 就是作为一个狱警这么一个位置 钟南山表示 根据预判 目前疫情传播已进入第二阶段 也就是人传人的阶段 如果出现超级传播者 意味着疫情将进一步扩散 我们首先是让它不出现 防止病毒变化和适应 现在要出现 已经知道它出现人传人 那就说一个就是对这个患者的严格的隔离 对这个紧密接触者的密切的追踪 这个恐怕是最重要的 那么就说 只要这一环把它抓住了 而没有任它发展的话 我不太相信会像以后SARS那么充分发展起来 所以这个做法 我感觉到是非常正确的 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临床 一些搞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说 这再把它防控在 放在战略方前移放在前头 这是最明智的 最有效的办法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还没有针对性的 有效的治疗药物 钟南山称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形势变化很快 他提醒相关医护人员注意防护 防止传染病的医院性感染和医院感染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